這裡問有關於台灣生物跟生態系的配對 台灣三角魚是不是在真夜靈或真灰火而靈底層 是對的 我們說真灰火而靈就是 不 底層是地被層 是草 你說的是土下 這個底層不是在土裡面的意思啦 是在滴滴的草裡面 它在草裡面爬 石頭上爬 這個底層是指森林的底層 不是在土下 土下還要分喔 土下還分為什麼符直層 就是地科有講還是地理 它是兩生類啊 它是兩生類啊 生理體層是濕的啊 你有沒有在學校看過蠶圖 甚至有時候會走到教室裡面來 你教室是乾的啊 它可以過來 我要繁殖了 再回到池塘 而且重點是生理體層是潮濕的 潮濕的它可以生長 怎麼了 不要這樣 不要污辱殘蜘 喂 好壞喔 好啦這是A 所以A是對的喔 這底層是指森林的下面 不是在土裡面 好B選一下 你們對蟻絲熟不熟 蟻絲會在那個沙子挖一個 漏斗狀的凹槽 然後蟻絲就在這邊等它 那根本叫蟻絲呢 因為螞蟻如果掉進來的 假設這隻是螞蟻喔 假設這隻是螞蟻 它就會滑下來 就被這個蟻絲吃掉 所以蟻絲是在沙子 所以它在沙丘 如果你要找蟻絲 台灣就是沙丘最常見 不是 它是一種昆蟲 那根本叫蟻絲呢 施蟻蟻的獅子 但它是昆蟲啦 所以它的 它就會在沙子這邊露出一個 它就挖出一個漏斗狀 然後很滑 你只要昆蟲掉進來就會滑下來 它就會在那邊等你 所以它會做一個陷阱等你掉下來 它在蟻丘 不是 它在沙丘 就是真的 所以 不是 吃螞蟻的獅子就不是螞蟻 不是一定 小昆蟲都會吃 但是以螞蟻為多 螞蟻是它主要的 蛤 它住在螞蟻窩 螞蟻會被咬死 會被趕走啊 所以它只能去找那個烙丹的螞蟻 知道吧 所以它也怕死它 螞蟻很兇的 不要小看螞蟻 好地質呢 地質就是在 真坑也活靈 也就是霧靈 所以它不會在低海拔的 地質是中高海拔 它的位置在真坑也活靈 所以它叫做霧靈中的王者啊 霧靈嘛 霧靈是真坑也活靈 所以這個豬就不對了 好最後一個 馬鞍藤在哪裡 在沙丘 它是冰海的植物 它呢 可以耐旱耐炎 它的花 有點像這個 牽牛花 就是它 馬鞍藤 所以它不在河口 它在沙丘 好以上這是第22題 它是在沙丘 它是在沙丘